近日,随着肯心顿宫账号以凯特王妃的个人名义发文,为辟图事件道歉后,这事也算是稍有平息,但是威尔士一家在家里开心玩耍的画面,也让民众感受到一股温馨的暖流。 不过,仔细地观察者们发现了一些让人感动的小细节,大儿子乔治王子似乎在最近妈妈身体有点问题后,表现出了对他的特别照顾。 这一组照片是骄傲的老爸威廉亲自拍的,画面中妈妈凯特笑得灿烂,与乔治王子、夏洛特公主和路易王子一起在家里的花园里度过美好时光。 公爵夫人看起来充满活力,一点手术后的疲态都没有。 凯特穿着牛仔裤、靴子和一件拉链夹克,展现出他一贯充满生机和活力的风采,和孩子们一同玩的欢天喜地。 然而,身体语言专家朱迪·詹姆斯发现了十岁的乔治王子微妙而有意义的动作。 他用双臂紧紧搂住凯特的脖子,好像在表达对妈妈的关切。 詹姆斯指出,这个动作在之前的照片中和威廉一起也有出现,通常表示一种快乐和深情。 然而,这次照片的拍摄正好是在凯特最近的健康问题后,给这个瞬间赋予了更多的意义。 詹姆斯观察到,乔治看起来像个守护者,用双臂紧紧搂住妈妈的脖子,尽管这个动作之前在和爸爸的照片中也有过,通常是表示他想要一起玩耍。 照片是在户外拍的,凯特穿着牛仔裤、戴继带的靴子和拉链夹克,展现出手术前常见的他充满活力、活泼好动的一面。 他接着说,在照片上看不到任何虚弱的迹象。 凯特的腿交叉、脚踝交叉使他看起来非常活跃,一点都不喜欢坐在一个地方。 凯特的手臂守护着他的两个小宝贝,他们三个看起来轻松愉快,笑得非常自然。 因此,似乎十岁的乔治王子留意到了妈妈最近的健康问题,并在此后对他更加关心。 他用双臂紧紧搂住凯特,表达了对这位对他来说意义深重的女性的关切和留意。 这是一个非常感人的举动,来自这么一个小小的王室成员,凸显了乔治与父母之间紧密而守护的纽带。 当然,年纪这么小的乔治可能并不完全理解凯特手术及术后恢复的复杂性。 然而,作为一个聪明而富有同理心的孩子,在威廉和凯特这样细心培养的凯末的教育下, 他似乎足够敏感,能够感知到何时需要额外的关爱、安抚和保护。 照片上的欢乐、无忧无虑的氛围印证了凯特在经历了医疗挑战后康复的相当出色。 然而,乔治在这些照片中的表现也意味着,他可能会在确信妈妈完全康复之前对他的健康状况多加留心。 这并不是乔治王子第一次展现出保护天性。 在上个月的军旗下降仪式等家庭活动中,观察者曾注意到乔治向威廉询问凯特是否安好, 凸显了他从小就对妈妈健康的关心。 这些崭新的照片向我们展示了这个家庭在诺福克的田园别墅中的亲密时刻,远离伦敦皇室职责的繁杂。 在翠绿的树木环绕和亲密的家庭拥抱中,凯特在经历了一次次医疗挑战后依然坚强康复。 他的康复无疑因为和孩子们户外嬉戏而被添动力,这对他的身心都是一种治愈。 而在大儿子乔治王子在旁守护的同时,传达了一个令人振奋的信息, 这个充满爱心的剑桥家族将以一个团结、关爱的家庭迎接任何挑战。 威廉在幕后记录着他们欢乐团聚的时刻,这些照片向所有皇室迷保证, 未来的女王已经回到了他充满活力,得到最亲近人支持的状态。 因此,在他们在诺福克庄园度过夏季假期的时候, 乔治王子很可能会继续和他的爸爸一起关注妈妈的状况。 有了这位细心、尽职的凯模,凯特在英国未来国王的权力支持下显然正在成功地康复。 此外,关于批错图,有意思的是,网友说, 这张照片明明就是威廉王子拍的, 引发猜疑后,又把刚做完手术的凯特王妃推出来道歉担责,也太可笑了。 有网友说,如果照片真的是近两周拍的, 而且凯特王妃还能批图了,那为什么不能露个脸出来走两步呢? 要这样,发一张屁过的合照,欲盖弥彰。 甚至有网友表示,看得出来, 英国王室保护的人不是凯特王妃,而是威廉王子。 这件事情发展到现在,已经让人越来越不明白了。 有网友怀疑,按照威廉王子的尿性, 他或许真的是和凯特王妃发生了某些争吵, 一怒之下伤害了凯特。 毕竟威廉王子是有这方面前科的, 他的弟弟哈里王子就曾控诉, 威廉曾一怒之下掐他脖子,十分恐怖。 还有消息称,英国媒体曾联系英国王室索要原始照片, 但被英国王室拒绝。 照片是去年拍的。 有网友就这张家庭合照发表了质疑, 称怀疑这张合照是拍摄于去年11月份, 但经过PS换了服装,假装是前两周刚拍的。 去年11月份,凯特带着三个孩子做了一项慈善工作, 视频在去年12月份发布。 该名网友分析, 当天凯特王妃穿了一件奶白色的高领针织衫, 领口和下摆都和这张合照的样子很像。 而合照里的深色针织衫仿佛是经过了颜色加深的。 去年活动上, 夏洛特穿了一件红色的花瓣领衣服, 和合照里的一模一样。 网友怀疑, 有人给夏洛特披了一件红色毛衣上去, 并给他换了一条格纹裙,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合照中夏洛特身体周围如此模糊。 而乔治在活动当天, 穿了一件浅色格子衬衫搭配深色毛衣, 合照中, 似乎有人将浅色格子衬衫的颜色改为了深色格子。 该名网友还证实了, 在去年的活动上, 凯特王妃和夏洛特穿的鞋子都和照片里的一模一样。 有这么多的巧合之处, 不得不怀疑, 这张照片很有可能是去年11月份, 活动当天拍摄的。 如果这是真的, 那么肯辛顿宫发一张经过PS的去年合照, 用意为何? 凯特王妃究竟怎么了? 目前有越来越多的网友开始怀疑, 莫非威廉真的犯下了不可饶恕之错。 与此同时, 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 他们以一种更加开放和热情的方式, 彰显对查尔斯三世国王早期领导的强烈支持。 这场家族团结的盛大庆典, 特别是在爱丁堡公爵爱德华60岁受臣之际, 成为了众人瞩目的焦点。 他们不仅展示了对爱德华王子60岁生日的欢庆, 更是通过国王陛下的特别决定, 将爱德华王子任命为苏格兰纪花旗士团成员, 展现了家族的团结和对新王朝的坚定信心。 3月10日, 庆祝活动达到高潮, 皇室家族纷纷送上祝福, 为爱德华王子的生日增添了一层庄重的色彩。 然而, 其中最引人瞩目的一份礼物来自查尔斯三世国王, 他授予爱德华王子一项特殊的殊荣, 成为苏格兰纪花旗士团的一员。 苏格兰纪花旗士团, 作为苏格兰最古老, 最尊贵的骑士团之一, 拥有着悠久而崇高的历史。 其创力可以追溯到14世纪末期, 由罗伯特二世国王亲自倡导, 旨在表彰对苏格兰国家的杰出贡献。 这个训味每次仅限16名骑士团成员, 同时还包括君主、皇家骑士、 法定继承人和骑士团首席女士, 目前由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和安妮公主担任。 当查尔斯三世国王继位后, 他迅速展开行动, 着手填补苏格兰纪花旗士团的空缺。 然而, 这一次的任命却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因为他选择的成员是他的弟弟, 爱德华王子。 这不仅是对亲情的一次敬意, 更是对苏格兰的一份特殊礼遇。 白金汉宫通过一份正式声明宣布, 公爵以苏格兰计花旗士团的皇家骑士的身份, 与其他16名骑士、君主、王后、 安妮公主以及罗塞斯公爵一同, 共同分享苏格兰的最高荣誉。 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的祝贺, 不仅仅是形式上的, 更是一种公开展示的家族支持。 他们似乎急于通过社交媒体和公开注词, 强调对查尔斯国王的支持, 特别是对他在爱德华王子60岁生日上所做的决定。 作为王位继承人, 这样的明确支持不仅有助于巩固新王朝的领导信心, 还进一步强化了对君主制度的公众信任。 皇室历史学家马林·科尼格, 对这一系列事件进行了深入解读, 威廉和凯特以这种方式公开庆祝爱德华的生日和任命, 显示出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行动。 在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仍然存在的情况下, 这表明了他们对国王早期行动的全方位支持。 一些评论家认为, 这种公开支持的背后可能存在更深层次的意义。 考虑到过去关于王室内部分歧的传言, 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的立场表明, 他们愿意积极参与弥合兄弟之间裂痕的努力。 而皇室传记作家佩妮·朱诺尔指出, 威廉和凯特公开支持查尔斯国王荣誉爱德华的决定, 有助于打破家族内部分歧的连锁反应。 他们的声明明确地宣示了他们的团结立场。 总体而言, 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对查尔斯国王任命爱德华王子 加入苏格兰籍花旗士团的祝贺, 被视为一种外交巧妙之举。 这不仅巩固了家族的团结, 还向全球皇室观察家传递了威廉和凯特对新王朝的坚定支持。 虽然这仅仅是在社交媒体上的简单分享, 但通过夫妇在这个平台上的影响力, 他们成功传达了家族的团结信息。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你对王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探讨, 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哦。 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